柔佛巴西古当金金河污染事件有最新的进展 怀疑涉案而落网的三名男子 今天一早被押往新山地庭面控 嫌犯今早9点05分 在警方的押送下抵达法庭 其中两人身穿白色上衣 另一人则穿着褐色的衣服 他们都遮掩脸部 避免媒体的镜头 阳光日报的消息指出 第一被告是一名罗里斯基 他在本月17号在华都雅野被捕 第二和第三被告则是公司董事 分别在西加墨和永平落网 第三被告也是新加坡公民 法官允许第一和第二被告 分别以1万和2万5千令吉保外候审 至于第三被告则不得保外